中共对媒体的渗透与掌控 许多人都会拿香港来作为指标 担心台湾会香港化 接下来的报道 我们就带您看到中共操控媒体的实力 近期中共侵扰法轮功真相点事件中 香港的亲共媒体新报 大篇幅的抹黑法轮功煽动仇恨 甚至不惜制作造假文章 专栏作家树根向本台证实 新报其中一篇批评法轮功的文章 是假冒它的名字而写的 这篇名为《谁的街道谁来后》的专栏文章 发表在新报的网页上 内文批评法轮功学员讲真相影响示荣等 最近被揭发为造假文章 该篇署名作者 香港资深撰稿人兼专栏作家树根 否认写过这篇文章 质疑是新报冒名发表 这篇文章我没写过 你给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都很奇怪莫名其妙的 第二个也不像的是我的手笔 他强调自己是基督徒 对法轮功的信仰表示尊重 绝对不会写涉及批评其他信仰的文章 但我通常我不会对那些事及宗教的组织 我从来都不会写的 因为我不想我尊重别人的情况 树根担忧被冒名写文章的事件 不只涉及他一个人 还有其他专栏作家也有类似的情况 他强调今次事件不仅对他个人声誉有影响 而且对香港新闻自由是一个危险的警号 另外香港平等机会委员会12月3日发表声明 不点名谴责新报前一天的头版报道 煽动对精神病人的反感 平机会在一日内收到超过130宗投诉正展开调查 新唐记者梁真在香港报道